好,各位同學,我們先來教一個Flash 欺騙社會瞞天過海大法 為什麼叫欺騙社會瞞天過海大法呢? Flash你要學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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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一定學不會 那基本上我們新聞系的同學是前端 你不需要搞得那麼深 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你要有透過Flash去了解所謂互動文本的概念 然後你有那種概念會構思 然後怎麼樣做得更好 那基本上交給資傳、資工資管去幫你做就好 基本上這個也是我們新聞系在前端的人要去處理的部分 有那種概念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我們透過這樣一個PowerPoint的過程 因為PowerPoint是一個訓練互動的一個很好的軟體 我們透過這個過程然後把它轉成Flash 把它牽到一個網頁上去 開始我們試著第一次做互動型的一個網頁的一個部分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來教 運用PowerPoint 你可以看到這個已經是PowerPoint 我們運用PowerPoint 然後把它轉成Flash 這叫Flash這樣的東西 然後再把它牽到網頁去就好 怎麼牽到網頁 我之前剛才教過了 就跟著再做一遍就好 基本上這很重要 好 那首先我們要把軟體下載下來叫iSprint 基本上我們把Google打開記得 iSprint iS P R I N G 基本上叫iSprint 按這個搜尋第一個一定就跑出來 第一個一定就跑出來 我們這麼按下去 有 記得各位同學往下拉 往下拉 這個Free Free Free 不用錢的 基本上各位同學上我的課都知道 我都教你不用錢的軟體 為什麼 學校當然也很棒的 你離開學校怎麼辦 你在家做作為怎麼辦 這個簡單 夠用了 夠用了 概念最重要 學會基本概念 很難的東西呢 交給資工跟資船 你去處理就好 基本上是這樣子 好 那把它下載 OK 它開始下載了 你不用管 假設下載完之後呢 你把它install 反正跟著跑不要怕 就整個install完畢了 好啦 如果你install不會的話 在我的Facebook跟我講 我在教你怎麼install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結束了呢 開始做了之後 你打開PowerPoint 它這邊就會跑出一個 類似這樣子的東西出來 只要我們要處理這個 就是把它變成Flash 好 那基本上我們來處理 這個東西 首先呢 這個東西呢 很礙眼對不對 先把它拿掉 基本上先把它拿掉 不要管它 把它拿掉 基本上好 就OK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 複動型的文本 基本上我們來跟它插入 插入什麼東西呢 插入美工圖片 好不好 我們來插入一個美工圖片 多媒體一郎 多媒體一郎 哇 有一點 有一點 好 多媒體一郎 各位來看 我們基本上有一個 這個部分 這個可以把它關掉了 關掉了 多媒體一郎 這個部分 然後呢 我們來找一個office 好 人物好了 基本上人物 個人 基本上出來了 首先呢 我們抓三張圖 首先我們抓三張圖 一張 兩張 三張 OK 好 OK 把它關掉 這個概念是什麼東西呢 我想 所謂互動性的文本 就是說 你按這個東西 它這邊會跑出一個訊息出來 你再按這邊 它會跑出一個訊息出來 再按這邊 它會跑出一個訊息出來 對不對 就是會 過得你點點點點它的互動 然後就有不同的訊息出來 這基本上是一個 互動型的一個文本的經驗值 你要有這個經驗值 你才知道怎麼去思考 你才知道怎麼去看網站 這樣子 OK 這個東西很重要 好 然後怎麼樣做呢 我先教你一招比較簡單的 首先呢 我們先把它複製 這個複製 然後把它貼上 貼上 好 再把它貼上 都不要管 都把它貼上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它三頁每一頁都一樣 因為每一頁都一樣 你不敢點到哪一頁都一樣 所以它基本上透過影像的重複 達到氣氛社會的效果 基本上就會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好 那最重要的是 每一頁都要連結 我們來看它的超連結 這個 超連結 有沒有 這個東西呢 在那個文件中的位置 有沒有 這個是 投影片1 確定 然後這個呢 就是投影片2 對不對 因為每一個 投影片2 這個是投影片3 因為我們希望 它不管在哪邊 它不管在跳到哪一頁 都可以 按來按去都一樣 所以每一頁呢 你都要設定 每一頁你都要設定 當然有點小麻煩 不過 反正透過PowerPoint的練習用 你當你會了這個東西之後 越來越有概念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你可以去網路上觀察別人的 所謂多媒體的文本 是怎麼設計的 第二個 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去學Flash 可以學到更棒 或者JavaScript 或者其他可以創造互動型的軟體的一個更高階的用法 那基本上 對我而言新聞系的學生 了解它 會用它 然後會畫出來 懂得思考 然後跟工程師跟每邊溝通 我覺得基本上這是更重要的 因為你要花更多的力氣在思考前端 我的新聞 我的想法 我的概念 要怎麼用多媒體的互動來呈現 要那種能力 然後再去跟工程師跟每邊講 可是你如果不會 連基本的操作都不會 你連發想的能力都沒有 記住啊 對不對 你不會寫豆典符號 你中文字都寫不好 這一樣 你最簡單的不會做 你沒有發想能力 你不會觀察 你就沒有辦法做出好的東西來 就會是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再來插入 文字方塊水平的第一頁 我們假設第一頁 出來 我們希望按第一個的時候 他就跑出這個東西出來 OK 好 然後第二頁 有沒有第二頁 第二頁呢 我們也希望當他按第二頁的時候呢 按第二頁的時候呢 就會有文字跑出來 有關第二頁的這個敘事 他會跑出來 然後再按第三頁 在第三頁的時候呢 第三頁的時候 這個護士小姐 護士小姐 就講一些啊 症病了嗎 要不要打針啊 打針很重啊 對 諸如此類的東西就出來了 是這樣子 所以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每一頁呢 他都不一樣 我們透過一個互動的過程 來處理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基本上就會是這樣子 那我們先試看看 我們先來試看看 哇 有點大對不對 對齁 反正 你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他就開始跑動了 表示OK 這個地方沒問題 我們這個地方是 做起來是OK 好 然後呢 等一下 我先開一個資料夾 我先在桌面上開一個資料夾 好 開一個資料夾 然後我們現在要做iSprint 就可以按下去 好 出來了 然後開始找我們的資料夾 有一個 做面 有一個 新增資料夾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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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這裡 好 這裡有一個 新增資料夾 看一下有沒有東西 好 就是這個 新增資料夾裡面 我們就是把它 弄在新增資料夾的 新增資料夾裡面 就會是這樣子 算了啦 003 建立新資料夾 哇 003 好 存在這個好了 確定 好 確定 OK 在桌面 新增資料夾 跟新增資料夾 開始 它開始轉了 基本上 它就開始轉 轉 轉出來之後 有沒有 轉出來之後它自動跑出 有沒有 又開始會動了 有沒有 記住喔 這個是在瀏覽器 這是在瀏覽器的畫面 它已經不是PowerPoint 基本上 有沒有 每一頁每一頁會互動 對 你看人家寫多媒體的新聞 的時候 你旁邊寫字 對不對 然後這邊把它擺出來 比如說你去看遊行啊 小果的表情 候選人的表情 對不對 觀眾的表情 對 就可以透過這樣一個多媒體文本的互動 去傳達互動型更豐富的概念 尤其是手機 智慧型手機 有沒有 這個一定要訓練一下 對 跟老婆清款鋼琴過來 對 它這種螢幕這麼小 你不靠著互動 這樣花來花去 點來點去你是不可能的 我再秀一個更厲害的東西給你看 這個非秀給你看 不可 很貴 你看 這個是VBC 我現在弄這個是VBC 希望你能看得到 有沒有 好 這個地方 你看 這個地方 有沒有 它會滑動 它是會滑動的 好 再清楚一點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好 你看 這個地方是會滑動的 有沒有 它是會滑動 有空間的叫這個 基本上你看 它會動 會動 基本上 就OK了 基本上就會是一個這樣子的過程 你就存在 你就存在這個裡面 基本上就存在這個裡面 好 你看 這就是你的資料夾 新增到新資料夾 新資料夾 新資料夾 新資料簡報 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 這一個Flash檔案 就是這個Flash檔案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test看看 你可以把它打開test來看看 有沒有 我們在Flash Player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這是可以的 基本上只要在Flash Player OK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Flash 你就按照我剛才講的 整個資料夾 拖到網路空間 再把它黏過去 這樣就可以了 基本上這一招是很重要的 這叫Flash 再跟他講 會做這個 再不買iPad iPad 或者說智慧型手機給你 就講不過去 實在不一樣 你沒那個東西 你不能夠理解它的重要性 這個 我是實話實講 新的載具 基本上新的表現形式 這個表現形式 一樣可以傳達新聞 因為越來越多人 基本上是靠智慧型手機在看新聞 不看電視的 不看報紙的 時代如此 基本上要跟上這個時代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還有什麼沒講的嗎 沒有了 謝謝各位